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通常我喜欢一个作曲家 比如说老柴或者说Bartok或者说Prokofiev 就是这些人就可能只喜欢他某一首作品 但是Browns是我真的喜欢他写的几乎所有的作品 他的交响曲 他的钢琴协作曲 他的重奏作品 然后还有他的小提琴协作曲 小提琴奏名曲 中提琴奏名曲 就各种体裁的作品的音乐我都超爱 所以今天来学这一首钢琴三重作我觉得超兴奋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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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呢我大概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就在第一句话上面纠结 大家也看到了这第一句话其实并没有什么难的计数片段 但是呢它的音乐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就我光是在开头这个地方纠结 我是用上弓开始还是用下弓开始 还有接下来这整一句话的弓法我就纠结了很久 正好呢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平时我们练琴除了解决最基本的音准节奏这些东西之外 是怎么去学习一首曲子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我们学音乐的会经常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处理 那什么是音乐处理呢 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指法上面的选择 在学到后期之后呢就是在小提琴上面 一个音可以有不同的手指或者甚至在不同的弦上完成都是同一个音 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和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功法的选择 那么功法的选择呢相对应的其实是对应一个比较长的句子或者是乐段了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需不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做一些速度的变换 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致的三大类的一个音乐处理吧 那比如说我刚刚在学这个Brams的开头的时候 我就面临了一个功法上的选择 就我大概有两个版本的功法 第一个是以下功开始的 然后会做一些比较多的连功的处理 第二个是以上功开始的 然后分功比较多 那么这两个功法呢其实出来的效果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第一种功法就是连贯 就是下功开始的呢会给我一种长句子的感觉 然后连贯性也比较强 那么第二种功法呢就是以上功开始是 这种开始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强调了那个弱拍 就是强调了弱拍到正拍的一个开始 而且呢分工比较多的话呢就会允许我有更多的公子去拉 然后有一种大刀阔斧的感觉 对然后就比较的浪漫比较的Brams 那么最后呢我还是决定用下功开始 因为我刚刚去参考了一下总谱 然后去看了一下大体和钢琴在干什么 同志们学习奏鸣曲或者重奏 不管几重奏都好 或者协奏曲的时候 最好建议大家去看总谱 然后把总谱摆在旁边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要时时刻刻知道 我们拉的时候我们的搭档在干什么 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 我如果不看总谱的话 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主旋律 我拉的就是一个主题 但是当我看了总谱的时候 你就知道其实我不是主角 这个时候大体和钢琴都已经把主题呈现过一遍了 我只是像是一个大海的一个分支河流 然后融入这个大海 我只是一个就是小配角那种感觉 然后等我加入之后 整个三个人的整体就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选择下功比较合适 这样子的话也不用说太突兀 然后就说我出来了那种感觉 我们接着往下练吧 不然我感觉我这期视频又要做成一个干货视频了 有什么ot并不是流动的四个人 完全是 sau 출开心吗 所以这边的优优物还是搭配作了 真的还是更多一样的 很好 对 来吧 河 engineer 在我们 있을许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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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